週三 美國總統拜登在素有鋼鐵城市支撐的匹茲堡 向美國鋼鐵工人發表言說 呼籲將中國鋼鐵和鋁產品關稅提高兩倍至25% 根據《美國貿易法》第301條規定 目前美國對中國鋼鐵和鋁徵收的平均關稅為7.5% 拜登表示 目前的競爭環境不公平 中共在作弊 損害了美國的鋼鐵工業 而美國有實力在公平的競爭中取勝 以此同時 美國還向鄰國墨西哥施壓 禁止中共繞到墨西哥向美國出售鋼鐵和鋁產品 除此之外 拜登政府正在對中共造船 海市和物流領域的貿易行為展開調查 這可能會導致徵收更多關稅 外界擔心 這些舉措或將激怒北京 引發新一輪美中貿易戰 不過拜登否認了這一說法 新唐電視台記者 易靜綜合報導 音楽 木